我全部籃球生涯非常骄傲的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我投了10个球 然后全部都没进,0分 为什么我那么骄傲是因为 我全部籃球生涯非常骄傲的一场比赛 就是我在胡人队的时候 我们跟Washington Woods打 这场比赛我投了10个球 然后全部都没进,到最后我有0分 为什么我那么骄傲是因为 我继续去投 那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如果我前面 连着三四个球没进 我就不敢投了 我就一直传球 可是这场比赛我就坚持下去 那我也知道就是前两场 我来Questley 我的命中率不是很高 就是比我正常的差很多 那你可以说 是不是因为防守 是不是我很生疏 是不是第一次用这个篮球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第三场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要保持一个心态 相信我的努力 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如果我是有这样的心态 我就继续去投 希望这个也能鼓励到你们 去下 巨星来以后也是第一场赢了 后面球队就开始连败啊 今天传出的是三个助攻 最一开始就先从 克拉索部长才开始 接下来不算找到队友 不管是快攻还是三分线外的空档 队友也都成功把球给投进 今天整体 其实当铁人的三分线命中率 29投12中 这超过四成啊 再次就开始 童谣 我觉得我可以转一下吗 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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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好 謝謝 謝謝你讓我們打那麼多 各位兄親 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 這邊來個平線的三分球 每一波進攻基本上都還是先由林輸豪持球來發動 出來空檔 右邊四足腳林輸豪的三分出手 從一開始林輸豪在plus3生涯的首顆進球首度得分 來看一下這個空檔對於林輸豪來講真的太大了 因為今天我猜夢想家的防守策略就是讓Poynter去守到林輸豪 通常在45度或低角 可是剛剛因為站得好像是周伯承吧 所以他是Rowing到了籃下 這可能是跟過去他們板凳拳比較 進攻比較低迷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這邊也有速度上面的優勢三分線外面大步的出手 這是豪神降臨到鳳山體育館 我們現在長一點點來看一下 哇就算遠也沒有這麼遠吧 那他投得近啊 那可能要再後退一點 我覺得德威這個防守也是在觀察啦 因為 對 那邊抓的對位 越到籃底下 撐到最後的出手 全台光額 往前面推快攻 王綠翔要挑戰籃光 用火手吃掉了 目前聯合的鼓勾往Poynter 都是直接傳到了第一排的觀眾席啊 哇綠翔這球其實難度很高啊 沒錯 因為他原本就是左撇子 然後有先用身體去靠住Poynter 然後 真的就差一點點就被蓋到 夢想家這邊也派上了防守專家楊聖燕 剛才也是緊緊貼著林書豪 現在換成陳振傑到籃底下 打了夢想公王子N1 林書豪 不曉得這個是不是林書豪剛才自己扣的戰術啊 呃 他就是戰術啊 我本身就是戰術 他本身就是戰術 那他打進了其實應該也沒有人會說什麼 但看這個球 其實 在看一下林書豪 開賽的助攻 第一個先找到克拉索福 再找到王綠翔 然后是自己还投进了自己生涯的第一个标动 在这边的标动 好 绝对 看它 但不要阻碍它 好嘞 吴远锦教练 现在台南版腾针了 必须给这个封号 说一下 这个拳台不超过十件 所以那边想要 对吗 每个地区都想要 你赶快刷起来 没错 好啦 那我们还会有这个林书豪的抱枕送给大家 待会我们会有Liver来唱歌 唱歌的时候 请你们大家用力刷一波 应该是直接面框去切进去 第一拍骗起了大逼 然后拉到最后扣 阿锦要远边 永胜大一波的中距离跳投 全部的不错弹道 偏了前面林书豪快攻 给到吕震如 直接拔一个三分球 钢铁队长 这是一个MOTU 这边小打大 直接切到禁区 翻身 最高难度的两个球 由林书豪给投进 所以当后卫在推进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他们跑得够快的话 中锋攻击篮框那是最好的机会 这球是完全对到了 还是被林书豪给打进了 这个翻身后仰跳投拉到了极 林书豪要把速度带起来 最趟之后找队友 吕震如左边顶爪的出手 就是他们站到偏了 拉下篮板是少虎 再给到林书豪 来一个中距离的空心球 给到克拉索夫包夹过来 马上球轮转 找到另外一边的王绿祥 第一时间没有出手再分 右尾给到林书豪 左边这是一个空挡机会 三分球来了 林书豪的得分正式来到 不合理的进攻 但是如果是在前三节的话 他这种不合理的进攻 有可能进攻篮板会落在大臂的身上 那你在第四节才比较可能 这个不合理的攻击 是不是就有点 他马上回来 是对梦想家比较不友善的 对梦想家比较不友善的 对梦想家比较不友善的 对 朱豪过底线 分球王绿祥拿到球 直接出手 这是一个三分球 同时这是林书豪本场比赛 就可以先追平到这个助攻的记录 而且后面还有比赛的时间 对 有可能以三分多钟来讲 巨星来以后也是第一场赢了 后面球队就开始连败啊 今天传出的是三个助攻 最一开始就先从克拉索部长拆开始 接下来不断找到队友 不管是快攻还是三分线外的空档 队友也都成功把球给投进了 今天整体其实当铁人的 三分线命中率29投12中 是超过4成啊 比赛时间剩下3分24秒 这个20分差距对梦想家来讲 要追这个难度是蛮高的 的确 然后林书豪站上罚球线 凤山体育馆响起了MVP 你说要这场休息 目前 这场比赛的成绩单是21分 这是3分 三個助攻 另外外帶六個籃板 大家好 謝謝 這是最棒的一個歡迎吧 你們都花很多 不但是你們的錢 你們的時間 週日過來看我們打比賽 這是我第一個職業球員的一場比賽在高雄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的歡迎 接下來我們要請林樹來談一下 今天在PLUSD生涯的第一場比賽 拿下了21分13助攻 跟球隊短短磨合就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是怎麼樣來準備這場比賽 以及如何在場上的發揮 請你談一下今天的表現 其實也是需要感謝我的隊友 他們今天給我很多機會 就是控制球 也是處理球 那當然我一直跟我自己說 如果能保持第一場 因為第一場體能會是最難的吧 因為蠻久沒有打這樣子一場比賽 可是他們就是很耐心的 一直跟我溝通 一直教我這些戰術什麼什麼 包括像今天他們守了聯防 我們一整個禮拜 因為時間太短了 沒機會學聯防的戰術 所以我們就是一邊打一邊學 就是這樣子 可是到最後能夠贏下來這場比賽 也是靠隊友跟教練團隊的努力 好 接下來要請零碩來談一下 今天傳出13個助攻 在第一場比賽 就追平了PLUSLY的單場助攻紀錄 談一下你跟隊友之間的配合還有連結 說實話 我們的配合和連結 也就是第一場肯定 肯定達不到我們的上限 我會覺得現在可能四五 如果是一到十 可能四或五 可是我們會繼續這樣子 那我覺得第一場可以到四或五 已經算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就會繼續保持聯繫 看這些影片 繼續加油 我們也會用我們全力去代表高雄 最後來請林叔好談一下 第四節站上罰球線的時候 現場主場球迷對你高喊MVP 當下聽到的感受是怎麼樣 當下嚇一跳 因為我可能從來沒聽過MVP的喊 在NBA肯定不會有這個MVP的喊 像我剛剛說的 你們把這個全部的環境 變得那麼High 那麼好玩 我就是真的很感動 今天會有很多情緒 因為這幾年也是 算是比較困難的一個經驗吧 可以回到今天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在高雄第一場的比賽 謝謝你 好 我們這邊也要謝謝林叔好 接受我們的在外訪會 也再一次恭喜林叔好 拿下比賽的勝利 謝謝 OK Oh my God 好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你上一場比賽正式比賽 應該是12月20號 這麼久的沒比賽 然後今天出賽了超過41分鐘 你覺得自己的體能狀況 會復得如何 然後你覺得自己的體能狀況 然後會覺得累嗎 然後你記得你上一次打超過41分鐘 是什麼時候嗎 謝謝 我不記得 可能是 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在CBA那幾年應該也沒有超過41分鐘 應該就是我在火軍隊吧 2014年的 2013年的 可是 從我在NBA 就是 檢查你的身體 就是每一個人的身體 然後抽取什麼什麼很多 他們都看到我的身體 我的優點 就是我的體能 他們都是 就是 每一個球隊也會 然後 都是覺得 我的優點 我的優點就是我的體能 那 像我說 也是需要一段時間吸引過來 可是 我當然是累 可是不是這樣 累不得了 其實是還好 謝謝 謝謝你讓我們打那麼多 謝謝